更多飞镖枪模组 在这个模组中拥有更多酷炫的飞镖枪 那么这一次开放 我将只使用这些飞镖枪通关泰拉尔雅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VK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飞镖生存第六期 看一下这把枪 这把枪叫迷别枪 就是世纪之花掉的 攻击之后它会在我身上 产生这个世纪之花花苞 哦对我们应该先去打那个日食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 泰拉飞镖枪做出来 找到神庙了 直接有日药石碑了 石具人待会再来打吧 先打一遍日食 看能不能搞一个断剑 然后我们做一个泰拉飞镖枪看看 诶 诶有了 什么情况 刚刚是不是有个鹅子被我秒了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出来的绿色的包子是跟踪的 有一辆植物单将是里面的猫尾草 不仅跟踪还有穿透 感觉这个很超模呀 不打了 泰拉飞镖枪 命中敌怪时有几率生存两发泰拉石 追踪最近的敌怪右键发射特殊攻击 该效果要10秒充能 持续期间无法充能 击中敌怪后将标记敌怪 泰拉斩机会持续攻击被标记的敌怪 看起来还挺帅的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迷迪相强 打十具人钱我们再去地牢搞点装备 这个幽魂是可以做一个飞镖的 它可以穿墙并且跟踪敌怪 这么快就刷出腰带了 再搞点灵气就回家吧 做一个忍者大师 刻顿就可以不要了 做一点幽灵飞镖 可以穿墙 然后还有跟踪 在这边做了一个蘑菇地 然后建了两个房子 等蘑菇人到了 应该就可以做蘑菇套 买一个自动锤炼机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不动一下 怎么动都不动一下的 他手被我定住了 换一个 用这个打 再换一个 用这个打 好简单 好菜的实际人 我射这么快呀 不行不行 这太快了 受不了受不了 太快了 这弹药消耗顶不住的 这把枪打尸剑太好用了吧 他这个也太超魔了 量大 而且穿透 加跟踪 掉一把南瓜枪 南瓜枪 掉了没 掉了掉了掉了 南瓜剑和南瓜枪一起掉了 万圣狂欢 来试一下这把枪 这个特效是很帅 但是好像不是很实用的样子 等会不会刷个小白龙吧 我想要刷那个 火星人探测器 好来了来了 OK nice打过了 掉了没 掉了掉了掉了 来看一下这个 10级电弧枪 感觉这个武器 只是特效好看 应该不是特别好用 至少没有我现在用的那两把好用 好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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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啊 nice 女皇之蚁 去给他敲一下 珠沙有新的飞标枪吗 如果有的话就打一下 没有的话就不打了 还焦黄 珠沙是有一个枪的 还是刷一下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枪 啊 完了完了完了 要记了要记了要记了 啊救命啊 啊我死了 nice 差一点点 哎呀没出 他直接死了 三阶段都没开出来 出 啊 我把珠沙翅膀出来了 我的真剑机可以把它控在这个地方 哎 等一下 控不住了 控不住了 出了没 哦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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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出出出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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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里面 海椒黄 随机发射飞标 泡泡和鲨鱼 击杀敌怪时 生成一个漩涡 右键可以传送到漩涡处 如果没有漩涡 右键会向光标 短距离冲刺 这个好啊 我可以冲刺了 我是朱砂本砂 他冲刺的时候是不是无敌的呀 我试一下 死了 这个迷迭箱太强大了 非常好迷迭箱 使我世纪之花旋转 哎呀我死了 随便可以做两个武器 赛拉 我先做一个这个看看吧 卡利布丘斯 卡利布迪斯 对不起对不起 不错了 认字认半边 他是越射越快 哇这射的好快啊 哇射的好快好快好快 哇好快好快 哇这射的也太快了 这攻速有点像火星人叫的那个极光步枪 啊死了 想做另一把武器玩的素材不够了 去把之前的那个分了 玩够了就丢了 赛拉 哦这赛拉是一个散弹枪 然后他有个钩子 钩子可以把我勾过去 我这个伤害好高呀 啊 虽然枪很强 但是我太菜了 哎来了来了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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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破了 贏了 简简单单 爆 一个没爆 一次性开两个 有一个有一个 用这把新界打一次月总吧 这个武器 打月总感觉挺一般的 哦 出了出了出了 治愈雷射枪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瘾少女 这个治愈雷射枪 哇 这伤害是真的高 天呐 附魔飞标枪 蜜蜂飞标枪 心怒飞标枪 磁吉电弧 万圣狂欢 好 看一下伤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OK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 见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